梁俊麗這個人啊 現在擔任北監檢察長 沒有錯 但是過去在今年4月的時候 法律個人知道他什麼身分嗎 調查局局長 他當時率了包括副局長 以及內外景的主管 跑到了 竟然是牌塑集團的總部大樓 大家已經在質疑你簽解了 質疑說 你為什麼當時簽解 因為楊兆麟就是那個被告之一 涉案人之一 現在如今證實說 你簽解人家就算了 結果你4月當調查局長的時候 你還完全不避險的 跟王文淵跟楊兆麟 你在當時見面 所以他會讓人家 對於這個王敬麗 他的徵操 他的忠誠度 完全產生質疑 就是要丟出一個 非常明確的訊息 今天我看到了 瘋傳媒又丟了一個訊息 原來什麼 鄭文燦案抓內鬼 調查局老大 在一個參會裡面 檢方拿不下 前台塑高層穿梭席 也就是說 現在不只是針對鄭文燦 現在下一刀 也針對情緻單位 保良哥 我們在整個鄭文燦的事件裡面 有一個檢察官 有一個檢察長 一直被大家便宜的點到名 他就是王俊麗 為什麼是王俊麗 因為大家一直在質疑一件事情說 這麼算這個案件壓了七年 而你當時王俊麗 明明是陶檢的檢察長 為什麼當時這個案件被簽結了 結果果不其然 就在最近呢 瘋傳媒直接丟出一個重磅消息 把楊俊麗這個人 徹底炸個底朝天 你知道他怎麼是炸法嗎 他說楊俊麗這個人 現在擔任北檢檢察長 沒有錯 但是過去在今年4月的時候 法律人知道他什麼身份嗎 他叫做調查局局長 結果這個調查局長呢 他竟然做一件事情 驚天動地 他當時帥了包括副局長 以及呢 內外景的主管跑到了 竟然是 台塑集團的總部大樓 而且他到了台塑集團總部大樓就算了 你知道他見面見了什麼 哪一個人嗎 見誰 見了 就見了楊俊麗 他當時就見到了楊俊麗這個人 可是楊俊麗在上個禮拜的形象 不是非常的慘弱嗎 他等於說這是一個88歲的老人 這個88歲的老人都不能走了 他要推著輪椅 推著輪椅他的頭都直不起來了 整個人趴在一個地方 上要上車的時候 還有兩三個人扶持 才能夠進得去 可是在這個報導裡面 4月半的時候 王俊麗帶著副局長 帶著內外勤的處長 獨立站的站長 進到台塑的招待所之後 中間有這個所謂的楊俊麗 而且他說楊俊麗四處穿梭 跟調查員寒暄 還說活力四射的滿場飛 保安哥這個可怕在哪裡 你知道嗎 因為第一件事情 大家已經在質疑你牽結了 質疑說你為什麼當時牽結 因為楊俊麗就是那個被告之一 涉案人之一 現在的如今證實說 你牽結人家就算了 結果你4月當調查局長的時候 你還完全不避險的 跟王文淵跟楊俊麗在當時見面 所以他會讓人家對於這個王俊麗 他的徵操他的忠誠度 完全產生質疑 再第二件事情 因為那時候我們大家看到楊俊麗 出庭的時候 大家想說拜託你檢察官 你好心一點 這88歲你還要給人家壓起來 他說不是 因為事情的真相不是這樣 你想想看 如果在今年4月 楊俊麗還可以出席這個餐會 而且出席餐會之後 跟調查官 各位你有沒有跟調查官喝過酒 很兇的 他們喝酒都很拚的 就搞硬手的 結果在那邊四處的穿梭 然後你敬我我敬你 活力四射滿場飛 所以他就說明這件事情嘛 你楊俊麗 不要假啦 不要假 不要假你啦 如果你4月還有辦法 你怎麼可能現在變成是坐在輪椅上 垂垂撈矮 所以他這兩件事情突顯的一件事情 難怪他是一千萬元交保 而現在完全如同樣 你們在搞什麼貓膩 通通我都一清二楚 所以你說這個東西丟出來 丟出來是敲山政府 剛剛講 你今天去對付鄭文善 絕對不是對付鄭文善 對付鄭文善 剛剛講的一千兩百萬交保 還有把那個五百萬元交出來 五百萬提出來了以後 不管你說那五百萬到你家 你有沒有看見 不管那五百萬你有沒有還回去 五百萬進到你家 待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這個對鄭文善來講 已經宣告他政治生命的終結 而我還要這樣子對待你就代表說 今天你鄭文善 不管你的背後是誰 沒有人保得了你 所以你仔細看這些報導有多很難 因為那時候是不是有監聽藝文 現在都出來了廖俊松 以及廖俊松的兒子 他們說他們把鄭文善的好朋友是誰 他們去哪裡吃飯 他們還知道這五百萬元是千真萬確的 對你知道多可怕嗎 所以他們當下立刻拿著大炮 各位大炮你知道什麼嗎 就是我們俗稱那種 就是我們單眼相機 然後加一管 加一管 加一管 鏡頭超級遠 特別的把這個五百萬 意思說我都有髒掉 你不要給我假聲 但是這麼最正明確的事情 為什麼辦不了 為什麼這個時間點要把所有的案情 細節甚至檢調裡面的貓膩弄出來 保麗哥我平心而論 請問一下檢察官被把這東西弄出來 他們的明面上會有光嗎 沒有 很丟臉嘛 這等於在洗臉嘛 在洗這麼多的臉 他只有一個目的 這個目的很簡單 就是要把後面包括王俊麗 以及過去曾在蔡政府時期之內 把這些人涉嫌演幹 涉嫌護航 涉嫌把這個案件給壓下的人 一併大清洗要開始展開 整個檢調內部的完全整頓 今天有一個畫面 讓我看得有點嚇一跳就是 有一個老先生坐在輪椅上 然後整個非常萎靡 然後推進去推進去之後 原來就是當年 在整個台塑集團裡面 除了王氏兄弟之外 他是全體一時 他說了算 對內對外都說了算 所以我沒想到 這個已經變成了一個茂蝶老人了 他現在已經88歲了 可是今天這個動作就是 我要繼續開機家庭 對這樣的人 我竟然還是要幫你收押 收押到台塑集團今天嚇死了 發一個公開的聲明說 這個已經退休的人員 跟我們台塑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 現在其實大家 都很疑惑一件事情 如果說整個案子 感覺上最高層應該是鄭文燦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鄭文燦都壓了 怎麼還有必要再去針對 一個88歲的老人 進行相關的一個聲壓 然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這個老人現在看起來行動不便 顯然沒有逃亡的一個情況 那這是不是代表著其實 前方現在在意的是 這個老人有可能進行 所謂的串購 那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楊兆林他真的是 曾經全寢意識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他的政商關係 是台塑集團整個下面的 一個undertable東西 其實都是 他是最重要的一個線頭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人家會認為 如果他這個部分可以突破的話 他也許會把對於偵辦案件 有更多的一個突破 可是已經也必須要考量一件事情 這個台塑集團的 這個曾經全寢意識的楊總 我們就叫他佑桑 佑桑他其實已經離開 台塑集團也十幾年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台塑集團今天會火訴出 這個曾經搞說 經過我們了解 整件事情跟我們 台塑集團無關 但你也可以看出來說 這件事情已經不是政界感到恐懼 商界也感到恐懼 商界也很怕捲入這個漩渦 馬上撇清關係 可是很多人看到是 88歲的老人了 你的身體已經非常的慘弱了 你今天進到了監獄裡面 你能夠出得來嗎 是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現在裁定的結果是不宜居 而且說一句實在話 他這種情況進去 你把他積壓在監獄裡面 他如果真的生命 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你要怎麼樣去賠償人家 他身體真的不好嗎 他身體不好 而且其實他已經88歲 你知道嗎 當時台塑集團 這個王永慶 突然揍事在美國的時候 七人小組接班 七人小組除了四名王家二代之外 三個老陳他已經是唯一一個了 其他的也都已經離開了 在去年跟前年都相信離開 所以換句話說 跟著王永慶第一代老陳 都凋零了 他是錯過僅存的 但是他是王永慶的時代裡面 是負責對外跟對兩岸關係 一個最重要的窗口 他的政商關係是尚可以到李登輝 甚至尚可以陪著王永慶去到對岸 去跟鄧小晴進行報告 報告901的海艙計畫 他是一個這樣子的 所以他身上有很多秘密 他身上有很多秘密 我的台塑集團第三本書 其實有一個缺角 就是希望他能補清 因為他有 我曾經有邀訪過他 但是他有跟我說 他說很多東西 他如果說出來的話 會動搖國本 所以很多東西 他是不能說的一個秘密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 你要知道 我之前不是好幾次有提過嗎 台塑集團在整個桃園 領口 龜山跟泰山 他是帝王 而在過去桃園的這一段時間裡面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是 藍營執政 大於綠營 那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這一個所謂的9.5公頃的地 因為總共有三種可能性 第一個都台塑集團的有可能 但台塑集團現在非常斬釘決定 所以跟你說 我們講過了 不要再牽扯我們了 第二個情況 就是所謂的 退休的老成團購 那但是如果是 單純的退休老成團購的話 我有一個疑問 這個東西可以上層到總統府嗎 對不對 所以呢 就有可能第三種可能 第三種可能是 這個地主裡面呢 可能政商都有 那所以如果政商都有的話 這個查下去 可能會牽扯的範圍就比較廣 而在這個所有的裡面 其實可能對檢方來講 楊兆林是一個必須要突破的一個 因為他有太多 因為所有的線頭 要打通所有的關節 他最清楚 是 可是寶傑哥在這裡 我也要提出一個質疑 你知道什麼質疑嗎 這個廖俊松也就是我們 這個全案最主要的一個被告 這個廖俊松 他有兩家公司 一家公司叫華茂資源回收科技公司 一家叫洪泰市地重化公司 這兩家公司的公司登記 你知道都在哪裡嗎 這兩家公司的公司登記都在文化二路176號 而這個文化二路176號 有的登記在二樓 有的登記在一樓 這個文化二路176號 現在的公司是叫華雅園區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那你知道華雅園區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現在的董事長是誰嗎 是台塑集團總管理處的總經理林善志 所以我現在所有的疑惑點是 這個如果說他跟你們台塑集團真的沒有關係 那為什麼被告他兩家公司登記都在你們台塑集團裡面的公司裡面 我們常常講在政治上都是貨幅相依 這幾年來我們看到了鄭文燦風生水起 然後我剛剛講在整個桃園 進到了一個大開發的時代 他光是招商進到的金額四千多億 解編的這些土地價格從兩千億開始 他賣出的土地大概是三千多比 三百多比 而且三百多比剛剛講的數百億的一個價值 他等於說當年這幾年來 我不是講嗎 因為中美對抗 中美對抗很多台商包括廣大 包括很多公司被逼著從中國回來 被中國回來了以後 所以寶杰哥你剛剛講說 他沒有最大能量的 他有最大的政商人脈 他跟所有的台商 甚至現在你想到的AI產業 所有的大頭 跟他的關係都非常好 甚至他母親的那個告別是號稱 在台灣的政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可是也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告別式 被賴清德看到眼裡了 所以寶杰哥你剛剛講說他的政商人脈 還有包括當時台商回到台灣來之後 你要找地 找地最多的是哪裡 就是桃園市 桃園縣當時升格為桃園市 桃園市是一個工商大市 有很多是工業區跟工業土地 還有很多的這個農地 所以後來當時很多的這個農地 包括開始要都市計劃 不管是事辦 事辦就是桃園市的市政府來事辦公辦 那或者是你要這個聯合幾個地主啊 一些民間開發公司業者的自辦也好 那時候很多案子湧向了這個 鄭文燦剛當選的時候 鄭文燦2014年12月25號上任之後 意氣風發 那從2015年元旦開始到這個2018年 第一任期之內 這三四年多 這三年多四年的任期 他就開始主導了很多的土地開發 變更都市計劃 也包括我自己的選區 那平正我就看過一個 我覺得很驚訝的是 一個市長到了那個地方之後 他在這個主持視察會刊之前 不是找了很多的地方媒體記者 跟在地的議員一起嗎 時間到了市長就下車然後在那邊 結果沒有想到 當時他竟然是去當地的一個 我們平正長安路的一個餐廳 他就跟一些地主先會面完 然後那些地主 幾個當地的大地主 會面完出來 那地主還跟著市長一起來會刊 視察 完全毫不避險 蠻高調的 然後等到整個視察會刊結束 我們要走了之後 市長又回去那個餐廳 再去跟地主這樣子會面 後來才驅車離開 我那時候我就覺得 怪怪的 但是後來你看到 他其實在這方面 他不會去避諱這個事情 然後而且 當時在這個桃園市 有很多的這個建商 建設公司 因為要列地 要買地 桃園市的這個重劃案件有那麼多 不管是這個小快溪 桃園區的這個 靠近議會的那邊 村日路小快溪那邊案子 在吳志陽時代 在這個應該說朱立倫時代推不動 吳志陽時代 稍微有一點助力 但是還是沒有達到 很多土地開發業者 跟建商的期望 到了鄭文燦時代 大力推動 所以你現在經過桃園區的這個 從這個村日路交流 到一下來往桃園市區的方向 你會看小快溪的所有大樓 所以說一棟一棟的 這樣如雨後春水蠻蓋好的 你就知道說 這就是小快溪重劃區 對 所以當然地方人士 和建商土地開發業者會說 鄭文燦有破例 然後能夠這樣子很好的相處 又叫他隨時就到了 有一次我還聽到一個建設公司老闆說 他們在龜山區那個農田間的會所 是在土地公廟旁邊 剛好那邊有地方人士 跟幾個建商老闆在這個包廂他們的會所裡面 這個談事情聊天應酬 半夜12點打給鄭文燦 鄭文燦就算在市長官已經準備要休息了 一樣驅車趕來 而且不是跟你坐個五分鐘十分鐘就走 一樣待到一兩點再回去 然後隔天早上就辦公 這件事情在很多地方人士耳裡都傳遍了 然後他們談得津津樂道 鄭文燦究竟到底呢 又很好叫 隨傳隨到 比你們議員還認真 講的我覺得我都要焊言 以後我要去做 比議員還認真 講的就是一直提醒我們議員 我們以後半夜12點要接到這些電商 或者是地方人士電話 跟鄭文燦一樣滾啦 打拼 12點就給我到那個地方去找你來談事情 或應酬一樣 你不能敷衍我們 意思是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聽了我還是覺得 不行啦 我沒辦法我沒有那個體力 而且剛才講的 他的政商人類有多麼可怕 他的母親告別事情 你剛才講 這整個一面牆 上面的字密密麻的 就是人家送花的 送花這個牆是什麼 這個牆是高五公尺 寬八公尺 上面至少有三千個自鎮花籃的 這個所謂的方明路 你說你去了嚇死了 台灣有頭有臉的 叫得出名號的 大老闆的都到了 你先想想看那個地方一甲多 大概就是一萬零五百零四平方公尺 那你算一算平大概至少就三千多平 這樣一個這麼大的這個面積 如果你光是租場地的話 你花費要不要嚇死 你說那個告別是有這麼大 對啊一甲多啊 一萬零五百零四平方公尺啊 所以光是那天 有人說有上萬人 有新聞媒體報導 又寫說到兩萬人 我是覺得兩萬人太誇張 但是上萬人跑不掉 因為你光是在現場那個棚子 中間那個下面那個圖 在現場那是準備要碾箱 還沒有進去的 在外面等候的 那有電視牆轉播 你幾時看過告別室 有好幾個電視牆在轉播 然後一堆人坐在那邊 然後等著要進去那個這個 這個整個告別室 電理會場的這個這個排隊 所以等於是國葬級的規模 那當然了 你剛說那個五公尺寬 八公尺高 八九公尺高 那個這個這個鳳花牆 就是我們要總是上 告別室會有一些花圈花欄 匾額什麼的 那我們議會 當然議員跟這個議長 已經一起送花 用議會的這個quota 議會已經有議長 副議長名義 帶著所有議員去送花 但是你看到那個牆 它上面就是至少 現花 花圈花欄 在三千塊以上的金額以上 幾乎名字才會寫在上面 所以當然那個不是電影 他沒有收電影 但是那整個這樣子 你就看到多少的公司 企業 行號 個人 大部分都是公司 然後還有這個是 告別室會長 你看到很多的人 蔡英文 帶著賴清德來 行政院長蘇貞昌 當時蘇貞昌 然後還有副院長也去 然後行政院的那個時候 那個還有前的副總統 後來接任行政院長的這個 陳建仁也都去 現場的官員你可以看到 所以賴清德還有這個陳建仁 全部一致排開 蔡英文帶著所有的官員去參加 更不要說這個警戒啊 還有很多這個重要的 可能都排不到前面 因為這麼多的這個關蓋雲集 那企業大老闆 剛剛大家也看到畫面 還有郭台銘董事長啊 郭董啊 還有那個張國偉 K董 他也在 所有的企業界很在 這個都是在這個裡面 而且當時交通管制 從早上9點10點就開始了 這個告別室 不誇張 到了中午都還沒結束 告別室辦到半天是很累的 通常都是半個小時一個 尋常人家半個小時一個小時多 就結束了 他可以到這個中午都還 因為人太多 交通的疏散車槽 動員的警力 跟那時候市府資源的人力 也都加加起來超過上萬人 所以你就知道說 那時候川流不息 大家都覺得排場真大 然後我再跟大家報一個料 就是我當時跟議長 我們議員去鄭文燦的這個 母親的靈堂這個上廂 就還沒出病之前 總有一個靈堂嘛 要先去擬家才禮貌 對我們當然是議員集合好 跟著議長去 然後後來 因為他是在這個 南侃交流到附近的一個 龍岩他們的這個 離公司的他的整棟大樓 一樓二樓三樓 我記得泥堂是在三樓 二樓是有很多的這個 不同的包廂 有很多的企業老闆 在裡面要等 那我當時不知道 因為我去的時候 因為等那個 市府的幕僚秘書說 叫我們議員跟議長 再等十分鐘至少 我們是插隊 安排我們插隊進去 光照等十分鐘 對跟這些老闆說 拍謝我們當時是插隊 但是我不敢跟那些老闆講 因為我要打開 我要去開門去上廁所的時候 不小心開到一個包廂的門 我看到裡面二三十個 那個大老闆建設公司 桃竹苗應該說北區整個北部的 你叫得出明澳的建設公司 董事長總裁老闆總經理 還有很多企業 這個不見得是建商 這些老闆公司 全部都坐在裡面 看著我 我自己是在選舉當中 我們政治人物 經常選舉的時候 會希望找這些企業 或者是有錢的這個 這個大老闆去募款 有實力的 看到我這些有實力 有這個能夠抖內你的老闆 我都流口水了 我自己身為一個政治人物這樣 如果要競選 要抖內募款的話 結果他們全部都坐在那邊 我問他們其中一個建設公司 董事長 他說坐在那邊已經半個小時了 那他們全部總裁 管你是總裁 董事長總經理 坐在那邊等 每一個 因為一個包廂可能就我們攝影棚 這個二分之一空間那麼大 他一個包廂可能這個 坐滿了這些人 還坐不下 還要到另外一個包廂 所以一排一排一排 包廂等候就好像叫號 你才能去撵箱上箱 可見鄭文燦的正商實力 尤其當時我們在辦台灣 這個燈會在桃園辦的時候 除了中央有補助之外 地方也要有錢 出錢有力出力 鄭文燦一出馬 好幾個老闆在地建商 或者是周遭縣市的一些企業老闆 全部都想一百一百兩百萬的 幫忙桃園市政府 去辦好那個燈會 讓鄭文燦給足鄭文燦面子 所以他的政商的關係 在不只是在他母親的這個告別式那天 發揮這個影響力 恐怕賴清德跟著蔡英文到現場 他看了一看 心裡面可能就是百感交流 因為我聽說賴清德當年 他的這個長輩走的時候 他是很低調的 所以看到鄭文燦的這個場面 心裡面一定有些不同的這個想法 在對照現在 我在跟大家講 以前鄭文燦我們去日本視察的時候 他當面我在跟他下午查 他跟我講過一句話 他說賴清德的人和不是那麼好 所以當時搞成那個輔會 台能市輔會對照 他就說賴清德很不聰明 這樣子會影響他以後的這個發展 我現在想起來這句話七八年前 真是諷刺啊 那我剛剛為什麼說 寶傑哥你在講的時候 我說我自己也色色發抖 哇我這一段我沒跟賴清德講 那鄭文燦說賴清德很不聰明 那現在進去被關進去的是鄭文燦 到底是誰不聰明 所以我才會想起這句話 我毛骨聰來 毛骨聰來 對 市長你長期跑財星 你說你認識的所有台灣政治人物裡面 鄭文燦是政商關係最好 他真的要出來以後 他以他的募款能力 國內無人可及 對我是可以補充這個 敬平說的 因為我這一陣子有時候 常常會去跟桃園的一些 包括說像建商 或是桃園一些公司行號 會去做一些演講 那我也跟當地的很多 這個當地一個非常有名的 這個食品公司的老闆也非常熟 那我們吃過很多次飯 他跟我說什麼 他跟我說 現在他覺得現在的這個市長 張三政太懶了 而且他說我們辦什麼活動 他們桃園都沒有什麼人來 桃園市我們發個函 以前他說以前 鄭文燦我們公司運動也會來 那我們公司委他也會來 他都會來 那現在 跑這麼勤 叫個市長不來 市長那你找個什麼 後來叫個什麼科員來 他說這個實在差太多 那我就問他說 那如果鄭文燦要選的人 那毫無疑問一定支持他 他們現在很多人 選什麼支持什麼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態度 就是說我沒有看過這麼認真的 這個縣市長 選什麼支持什麼 選什麼支持什麼 所以你知道他的影響力就如同剛才金平講 真的是他做的真的是平常的功夫之身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想到他到底做什麼 所以他如果要叛變他的能量是無人可擊的 所以這為什麼賴清德會那麼忌憚 你看今天賴清德到全國通訓大會的時候 他很開心 真的笑開懷 原本是鄭文燦的場子 對 他現在來了說他這樣子 而且又是今天的這個狀況 你看很開心的這個畫面就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要這樣 不是 你不要忘記 我也認識了賴清德也算久了 我什麼時候看過他這麼開心過的 對你要知道事實上賴清德 他剛才這個鄭文燦不是說嗎 他人和不好 所以黨內很多人其實未必是那麼富 我們可以一起拿下江山 但是一起拿下江山之後 這個矛盾才會開始啊 他在意的是什麼 他或許認為說放眼未來的藍白 可能沒有人挑戰我 其實最大的挑戰敵人 搞不好就是來自內部嘛 其實最大的 我們都一直說好像是柯文哲 一直說是藍影 其實是內部 攘外必宣安內 所有的內部敵人都比外部敵人來的恐怖 這個道理千古不變 所以他一定要先幹掉的就是 要先清楚的就是鄭文燦的事 鄭文燦不是最近在新北市的時候 也是跟很多這個 台北的時候跟很多這個 公司行好的老闆吃飯啊 幹嘛 他要做什麼 選新北市長 然後他不是說還說 結合這個羅文嘉要選桃園市長 假設新北市長跟桃園市長 都要拿下來的時候 你覺得那時候 葉爾卿效應會不會出現 因為更大就是宋楚瑜的翻版啊 你覺得對賴清德來講 他會怎麼想 這是我要安排的局 你現在要自己安排這些東西 所以顯見鄭文燦沒有聽話嘛 你看現在林家榮 現在的這個陳其邁 他們都沒有什麼聲音啊 就唯獨你 所以這是為什麼一定要對付他 而且你知道 當然一定會殺到底 為什麼 毛澤東說過一句話 不可孤名學霸王嘛 你這時候就是 你將甚有追窮寇 對 不可孤名學霸王 現在就是這個時間點 對 我如果放過你的話 你會怎麼樣 我不知道 我又開始毛骨首然了 當然是殺到底嘛 一定讓你打到無法翻身為止 這個政治上的鬥爭就是這樣 對 特別是最高領導人之間的鬥爭 那都一定是非常血淋淋的鬥爭 因為當時本來說 要不要隔江而治 當時要不要搞兩個中國 你今天毛澤東有北邊 北中國就可以了 南邊大家分江而治 要不要渡長江的時候 毛澤東才講那個 宜江慎勇追窮寇 對 不可孤名學霸王 現在的賴清德也是一樣的選擇 我放過你的話 我哪知道你哪一天會怎麼樣 對 所以我只能夠把你弄到底 弄到底就是讓你把他關起來 你的政治生命暫時 已經可能永遠都沒有了 需要這麼狠嗎 沒辦法 這就是這個已經 第一刀殺下去的時候 那第二刀第三刀呢 你只能夠繼續殺下去 一直殺 殺到最後來說 我們當然不知道這個劇情 最後怎麼發展 或許真的 好戲真的才剛開始 剛才講的 現在鄭文燦的這個收下境界 很多人覺得 他跟賴清德 有那種 是有弱物的一個競爭關係 而且剛剛講的 賴清德參加一個私人活動 居然直接講 涉及部法 照理講的以前 我至少幫鄭文燦講兩句好話吧 我們希望說他能夠 為自己的清白努力吧 都沒有 涉及部法 查究到底 而且誤網誤售 兩個的關係 看起來非常的緊張 為什麼這麼緊張 搞了半天 鄭文燦 居然在這八年的桃園市場裡面 有我們出乎意料的發展 原來桃園在這八年裡面 進入到了一個什麼 進入到了一個大開發時代 而且如果你是賴總統 你身邊有一個 未來可能會變成是你的競爭對手 而且他現在兵強馬壯 他的政商關係 他跟包括說跟產業界 或說包括說他跟很多 營建業者很多 關係非常好 尤其他又有前總統 蔡英文的加持之下 你會不會忌憚這個人 賴清德總統呢 跟鄭文燦兩個人 剛好就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 賴清德總統呢 他可能比較不喜歡 這種所謂政商的關係 這個KTT什麼都少去 但是鄭文燦呢 他就是 我們不能說他去那些場合 他就是喜歡交朋友 他就很 我跟他說 所以你說一個是晚上沒有夜生活 一個是每天都有夜生活 對 就舉我的例子 我們常常去桃園參加一些 這個建商的活動 活動完之後建商都跟我說 這個文燦市場才剛來過 所以他事實上 你就知道鄭文燦在過去幾年 用心經營之深 他的這個實力 絕對不是我們表面上看到那個樣子 否則你會覺得 而且他沒有想到現在 一次把它全面擊掛 而且我們知道最近有兩份民調 其實都隱而不宣 隱而不宣就是一個針對新北 一個針對高雄 你都可以來想像 他是桃園兩任八年的市長 可是不管在新北 不管在高雄 他都是民進黨的第一名 所以假以時日 他如果再起來的時候 抱歉 那當然會對賴總統 形成一個相當大的壓力 所以為什麼這時候會爆出這個案子 七年前的案子 為什麼突然丟出來 這裡面當然就有 引人政治遐想的這個空間 你剛剛講的 這八年是一個 桃園的大開發時代 有這麼樣的爆發嗎 當然 保證人士 事實上這八年的時間裡面來說 他招商的約莫是四千億 你知道他招商多積極嗎 他自己說 你只要打電話給我 你絕對可以找得到 我是用單一窗口的這個方式 而且他是怎樣 你要土地來說 我可以幫你找都沒問題 我跟找人專門服務你都沒有問題 所以很多台商一回來都是 直接就到桃園來 那尤其是 我覺得桃園位置也相當好 保證人士知道 桃園的位置呢 往南就是足科 那他這邊本身呢 就過去有非常多什麼PCB 場一大堆 所以那個地方呢 組裝很好的這個地方 所以你要紅擺 這個郭台銘的這個 這個所謂伺服器回來 他就擺在桃園啊 那另外一個 廣達的伺服器也在這裡 林口的廣達也在這個地方 所以就知道事實上 他等於是在這幾年 努力的招商加上搭上2019年的 這些所謂中美貿易戰之後 他的運勢真的是相當相當看好的 一個狀況啊 而且你剛剛講的 現在從林口一直到了龜山 是台灣最重要的AI走廊 對 就現在為止來說 你看從林口一直到這個 從林口一直到桃園的話 就是我們台灣非常重要的這個AI走廊 而且你就看了以後 原來剛剛講的華雅科的這個 根本就是個小案 這邊有桃園觀音的桃科案 有楊梅幼詩的 有龍潭龍科三勤的 有龜山華雅科的 有中立青埔的 還有航空城的 有很多大案子 對 為什麼 因為他建設太多 建設太多裡面來說 當然裡面就可能有人 曾經上下起手 那這裡面 當然有可能的話 還要繼續查下去 而且剛剛講的 特別是在蘇貞昌就任之後 那個怎樣 山坡地啦 你說解妙就整個龜山 對 全面開放了 對 沒錯 事實上這個時間點 你如果仔細來看的話 是有一點詭異的這個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這個 這一次爆出事情 是廖俊松他們這些地主 這些地主來說 他們提出說 要把這個 現在這個計畫區的這個 解編的時間點 是在2017年的這個時間點 2017年 因為原本的這個 華雅科這個地方 它要擴大 擴大的時候 這些四地主就說 我們不要被驅斷徵收 我們要用這個 製辦重劃的方式 加入你們這一次的這個 這個農地的 變更的這個方案 可是保健 這個案子呢 其實一直都沒有辦法過 過去其實他們很早就提出來了 但結果一直都沒辦法過 一直沒辦法過 很早就提了 沒辦法過 但是因為後來 2018-19年的時候 中美貿易大戰不一樣 所以2019年的時候 這個案子就過了 只是說過了之後 然後這些四地主 不是按照原本的這個 這個所謂製辦重劃 是區段徵收 被徵收進去了 可是這中間就有一個奇怪了 那為什麼當初 不是2017年跟鄭文燦講的時候 是要這個製辦重劃 為什麼到最後沒有辦下去呢 抱歉這個時間點就在這個地方 事實上今天黃國昌也說 四地主除了跟我們的這個 這個鄭文燦說之後 他也有跟總統府陳情 總統府當時是說可以交辦下去 交辦下去問題是 當時是2017年的12月2號 當時的我們的行政院長是賴清德 賴清德 對 那時候沒有過 那沒有過後來就爆出了說 他被監聽的這個事情 所以他就退回去 2018年退回去 2019年的時候 是輪到蘇貞昌上台的時候 讓他過關 只是過關的時候 已經不是當初的所謂區段徵收 是用所謂的這個 不是當初的這個土地重劃 是用區段徵收的方式 讓他過關 但是這個案子還是過了 所以告訴你什麼 這個鄭文燦真的是相當厲害 還是過了 之前2014年沒有人能夠過了 他最後還是讓他過 只是過的方式不是 那些私地主沒有獲得他們原本的利益 而且我覺得今天最怪的就是 今天黃國昌本來講說 這個東西已經送到了總統府了 這個東西都已經到行政院了 這個東西都到內政部了 如果等於說你今天地方政府打通了 你今天府院黨也都打通了 那為什麼這個東西還被退回去 你說關鍵點 2017年的12月 當時是誰主政 是賴清德主政 所以這個案子被卡掉了 那個卡掉了以後 到了2019年 這個案子過了 換誰主政 主政超主政 你仔細看 當時的時候他們用這個 然後他是跟總統府陳情 然後這個吳釗燮 用這個總統府的簽 然後給這個行政院 行政院是由秘書長 卓榮泰交給內政部處理 所以卓榮泰他知道這件事情 對卓榮泰他知道這件事情 而且卓榮泰回航跟這個 跟鄭文燦報告 可以找到這個總統府行政院 然後鄭文燦最後一面交代給 經濟部內政部 就能夠火速的辦理通過 然後核准說 因為這塊地真的是符合土地的需要 可是問題是沒有過 然後2017年他 卓榮泰已經說可以過 但是就是沒有過 一直到2019年才過 所以你就知道這中間 就有非常有意思的這個情形發生 唯一的不一樣就是 當時的行政院長是賴清等 後來的行政院長是蘇貞昌 對這兩個差異就出現了 所以我就講嘛 因為當時的鄭文燦曾經 我們在講 這塊土地原本就是2017年要過的 這個鄭文燦提出來的 你看他2017年主持一個會議 這個是他親自主持 一個華雅科二期的開發相關的 這個會議的這個過程 他就說 這個9.12公頃先行 並採用土地重化的方式 他一開始就這樣講 土地重化 但是那次主持很奇怪 因為一般這種土地重化 市長不會親自來 其實都是什麼副市長 像柯文哲這種 都是副市長或是秘書長 秘書長來 可是他親自處持 而且他親自主持的時候 你看他當時的媒體報導 相關的料性人士 也來這個地方 所以等於是說 他們有主持這個會議 然後料性的這個相關的人士參加 參加之後呢 馬上就給他錢了 就是媒體說的 這個證收到500萬這件事情 然後緊接下來之後 8月的時候 你看他退還500萬 就說沒有辦法 隔年8月 對那你知道 這中間來說 我就講12月的時候 他當時提出 就是他們又跟總統府陳情 總統府說OK可以過關 但是一直沒有過 沒有過後來 8月的時候 鄭文燦說好像疑似被監聽了 所以就退回去 退回去的時候 2019年的時候 他再召開一次 但是這一次就變成是 這個區段徵收了 然後區段徵收的時候 就完全過關 還是過了 還是過了 所以你就知道 中間顯然有人在卡他 那中間卡他的人是誰 寶傑知道這件事的人 卓榮泰他都寫出去了 當時的行政院長是賴清德 所以他們顯然一定知道這件事情 而且剛剛講的這整個桃園 在過去的8年 也在中美大對抗的時候 他根本是一塊大肥肉 當然啦 你看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是桃園最肥的這些地方 你仔細看 廣達 神達 友達 元泰 然後還有包括說美光 華亞科 華亞光電 都在這裡 全部還有艾斯柏 什麼全部都在這邊 所以寶傑我跟你講 他在站在這個桃園市 桃園市這個位置 他其實是可以養很多 他的政商關係 我們來看一張圖 這張圖是2020年發生了一件事情 你看 桃園模式世界城市 你看 這2020年 桃園航空城的這個產業論壇 他居然請到了郭台銘去了 郭台銘就幫他背書 而且郭台銘還講什麼 他說郭台銘握得鄭文燦的手 他害怕嗎 他當然害怕 他到底有多少政商關係 你根本完全不清楚 另外就是 你看他的一些這個照片 對 他跟這些的互動 是你無法想像 這是2017年年底的時候 當時被人家拍到 很多人跑到 從台北跑到桃園 台北跑到桃園 然後你看這裡面有什麼 神仙昌公司的人 還有金仁寶公司的 還有台灣產物保險的 還有能力集團的這個紹東 還有西華的紹東 當時甚至連李四聰都去了 這麼多 他們從台北跑到桃園 去跟他吃飯 所以可見他的政商人物關係之好 那你看他這一次 包括說從五百萬 或是後來被再加錢之後 七百萬 錢都很快就出來了 所以可見你看 能夠那麼快就籌到那麼多錢 就是說他的政商實力 或是他後面的那些所謂的 絕對不是我們能夠想像得到的 所以說台商要回來的時候 台商要回來的時候 急著真的拿錢 對 到桃園搶遞 而搶遞的時候 鄭文燦是開一個專線的 他是直偷鄭文燦的 對 所以你看那些人的話 會不會感謝鄭文燦 那感謝鄭文燦 尤其是鄭文燦 事實上我跟他講 事實上很多人都說 他好像如果拿錢 事實上按照這個 真實的狀況來說的話 他應該都是讓你先欠證 欠證什麼 日後如果我還要再往 需要你的時候 你可能還可以再幫我一忙 好 你知道 我都沒有想到 桃園現在是空氣要 八年之前 光招商就四千億 光是這個土地的 這個所謂的土地 工業區土地 就是兩千億起跳 另外這樣的 我賣土地就賣了396幣 對 基本上寶傑哥 這個桃園的大開發 時代的第一秒鐘開始 就是鄭文燦登基的時候 這個太子登基 為什麼 2014年的12月25號 這個桃園縣 從桃園縣 升格成六都之一 所以這全部都是 在鄭文燦時代八年 寶傑哥你剛才提到 就整個投資是四千億 光土地的價格就兩千億 而你知道嗎 總投資的是多少 多少 七千七百八十九億 這才是大肥肉 才是一個黃金之地 你說這幾年來 投資在桃園有七千多億 七千七百八九億 所以你看嘛 所以桃園不是有二十處的 這種施辦的工業區嗎 不管是產創園區 自由貿易港 還是我們講的都市計畫的工業區 總共四十一處 這四十一處 若一處有六十億來做平均 寶傑哥這個土地的價格 是超過兩千四百億的 這才剛剛好而已 重點是這些人 每一個人都跟鄭文燦 超級麻吉 剛才我聽到 施重哥提到什麼 台山回流 竟然有高達四十 十八趴是在桃園 十八趴是什麼 五分之一的錢 三千多億都在桃園 那你看起來 艾斯摩爾 光美光一家就有一千億 所以桃園是不是一塊金塊 是一塊大金塊 我都沒講 桃園這麼值錢 對 而且這個金塊是 鄭文燦有時候 他不是金塊 是石頭 他點一下還被金塊 特別是像這個巴德農地案 我們知道巴巴會館 郭哲民集團嗎 不去買一個農地 花了一點多億 兩年的時間 暴賺三十一億 賺了二十一倍 為什麼 因為鄭文燦在一個會裡 你說我買一點多億 一億多 所以我可以換成三十幾億回來 三十一億回來 投報率是二十一倍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 只要鄭文燦出現在會議裡面 只說我把捷運賞 從A點改到B點 我就賺翻了 所以這就是過去鄭文燦給大家的 那華雅這塊土地 九點五公里是多少 五十七點四七億 小怪溪重劃區 原本是一兩百億而已 現在是一千零八十二億 總漲幅是七百二十一億 這就是鄭文燦任內 所order的嘛 最重要的 青浦重劃區 有美術館 有高鐵 有航空城附近 這才是金雞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從2014年到現在鄭文燦 別的地方長個幾%就不得了了 長個半 長個五十八都不得了了 你們這裡都長十倍的 一定是十倍的啊 鄭文燦的規格是十倍起跳 石頭點了就變黃金 所以叫做點土成金 點石成金 這麼可怕啊 對 而且剛剛講的 現在這個地方有桃園 有陽梅 有龍台 有龜山 有棕嶺 都是這個樣子 以前大家知道 觀音跟大園 它的發展其實很有限 因為它不是靠近沿海嗎 大家本來是 像陶科進去的人就很少 可是在鄭文燦燦內 一個陶科 SF搶著進去耶 那個土地原本才一兩億 結果現在買多少 七億八億十億 都是三倍起跳 所以你基本上看 從沿海 從青浦 再到巴德重劃區 再到整個台南 整個南桃園的整個發展 這個桃園的大發展時代 通通在鄭文燦的太子任內 而且跟他講 這個背後 有蔡英文的一個權力的加持 等於說我把我說的能量都給你 還有 鄭文燦的政商關係 真的有這麼好嗎 超級好 好到讓人害怕嗎 超級好 其實大家去桃園都知道 他每一天都在跟這些企業家吃飯嘛 每天 幾乎是每一天 所以一個我們講說 一個不應酬 一個晚上都在應酬 然後你看 一個沒有夜生活 一個每天夜生活 對 然後我們講說 這個五百萬怎麼可能嗎 一個如日中天 小英的小英男孩 整個太子東公 怎麼需要這五百萬 0.05億 他有看蔡元裡嗎 你說你的單位是用億來算的 當然 對 可是這個我們剛才講說 57.47億 連零頭都不到 他是0.05億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 鄭文燦 在小英的庇護之下 這八年 他沒有敵手的 所以他的存在 對於賴清德 就如同盲勢在北 有這麼嚴重嗎 非常嚴重 所以你看到 這兩個合作不就好了嗎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他最近被查 因為他在雙北跟企業家都在吃飯啦 他從桃園吃到雙北的企業家 你覺得賴清德會不會覺得 2028他有好挑戰的可能性 對 而且他又隔代 他最近都在雙北吃飯 都在雙北吃飯 走得很勤 又加上他現在是海基偉董事長 台商回來找誰 找海基偉 找海基偉董事長吃飯啦 所以你看到 他的錢不是過去累積 是現在還在累積 還在累積 還在累積 他的政商的關係還在累積 所以 會成 剛剛講的 在這個地區裡面 剛剛講 這相關原點 不管是楊兆林 或者這個廖姓的父子 他們過去都是什麼 都是台塑的所謂的員工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在這一塊裡面 都要問他我隨便畫一下 我不要我看 我閉著眼睛隨便畫一下 有很多都是台塑的土地 我跟你講喔 你從這個 泰山 林口 跟那個龜山 這樣畫成一個三角形 這三角形裡面 台塑集團 土地 是多到你沒有辦法想像 我剛剛隨便想一想 泰山 台塑不是做塑膠的嗎 他不是在做工廠的嗎 他有這麼多地嗎 我跟你講 就是因為他做塑膠工廠 他的第一個工廠在哪裡 南亞林口廠 南亞林口廠在哪裡 就在泰山 那因為我們都知道 三娘李寶珠 他本身是泰山人 所以他們對於在當時 就開始狂買 而且你知道嗎 三娘是泰山人 泰山人 他們就開始狂買 然後王永慶也開始買 但是你只要聽到姓王的買 那個價錢 本來美平可能幾百塊 因為在民國四十五十年的時候 幾百塊幾千塊 馬上去給 所以後來他們是怎麼買 你知道嗎 就用人頭買 公司有員工 就用你的名字來然後買 所以他們是從很早年幾十年前 就已經開始慢慢吃慢慢吃 他們之前那個泰山開始買 慢慢買 買到林口 慢慢買 買到了龜山 所以我跟你講 光是泰山 它有明治科技大學 在哪裡 就是在泰山 南亞的林口廠 還有他們參觀的廠區 都是在那邊 連王永慶 他身後 所落腳的地方 就是在泰山那個山上 那為什麼選在那個山上 因為他在那裡 所以他要站在這個山上 不管往東看 往西看 往南看 全部都是我台座集團的地 然後林口有什麼 有長庚大學 桃園長庚醫院 長庚高爾夫球場 全部都在林口 林口還有個故事 在民國七十一年的時候 因為王永慶 買買地 實在太多了 驚動到蔣經國 蔣經國說了一句話 這個私人企業 要截至私人資本 後來馬上就有人 就是跟王永慶說 你這樣太 你這樣 不會太多了 已經驚動了 你要做一件事 什麼事 把他的土地捐出來 捐幹嘛 成立一個中正公園 中正公園 你是蔣經國 我捐一個地 讓你去弄你 把他講中正的公園 這樣很有意思吧 捐到好幾千坪的土地 後來那個中正公園 現在是什麼 他就是桃園林口體專 所以那一塊地 是王永慶捐的 捐了之後 因為 林口那個體育大學 是他捐的 是他捐的 民國七十一年捐的 而且我跟你講他很厲害 我本來全部的 全部都是我的對不對 那政府幹嘛進入來開發 在你王永慶的地 我就不可以開路 你能怎麼樣 後來因為有人給他 一個建議 你要捐地 捐給政府 讓政府去做公園 之後 好 所以政府就幫你開路 所以後來 因為政府有開路之後 整片林口 才發達起來 所以呢 後來林口算是他 第二個發達的地方 暫居的地方 第三個是哪裡 就是在龜山 現在大家講 那個華雅科學園區對不對 你知道華雅科學園區 是誰的嗎 是台塑集團的 在1994年 他是按照都市計畫法 是民間 台灣民間第一個 用申請 就是按照這個都市計畫法 去申請 自己來弄個 移種工業圈 158公頃的土地 全部都是台塑集團的 所以後來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 幹嘛很好的時候 我有去那個 賭他們的時候 去長庚球場 我後來發現 不對 我從下高流到之後 經過長庚音樂圈 所以我沒有走出 台塑集團的王國 你搞得都贏到啦 怕死人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真的 他就是台塑王才會是這樣子 所以你現在 你塞車塞來塞去 都是台塑的地 我們都贏到的地 只是可能是 環雅科學園區 這個是長庚醫院 你以為是不同 沒有 後面都是他 整個區 全部都是他家的 那事實上 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為華雅科學園區 要看到你知道 很多的那個 就是政商人物 你不要 其實我有某時候 我聽到一些故事 我很同情這些企業家 你心裡想說 你講得不得 人家人家 富可敵國 富到流有 你還同情他 我就舉個案例 你就知道其實我多同情他 你知道 在那個 劉邦友的血案 大家都知道 你知道嗎 早在劉邦友之前 那個時候那個 應該是民國七八十年的時候 他們有七個人 包括什麼王淑慧 對啊劉邦友 一堆人 就發現王淑慶 那個在觀音山 觀音山下那邊 有九十三公 有九十三甲的地 九十三甲 你還沒聽到重點 這台不錯 當事長你台這麼看 不然我自己買一下 你敢說賣嗎 當然要賣 對啊 那時候賣 賣多少呢 用美甲六百八十萬賣 賣 後來就賣給他們 王淑慶 你跟我開口了 政商關係 劉邦友 然後就六百八十萬讓你們買 買了七個人 湊湊湊六七億 買下來之後 劉邦友不久便被人家拼掉 拼掉之後 整個地又沒辦法開發 因為 就是其他人也資金不夠 而且政商關係也沒有 然後就發現了一些問題 結果你知道嗎 後來到了九十二年的時候 他們相關人就說 當事長 我們沒辦法 這才大塊 我沒辦法 你還買回去 買回去多少 買回去多少 每賣一千五百四十萬 多一倍 那我問你 這幾年還發生什麼事 沒事啊 對 你叫我賣我就賣 你叫我買 我又買 那王永信就吞了 不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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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跟你說 王永信 王永信多麼妖害 他跟李登輝都可以吵架 就搞不定這種地方人物 不是嘛 對他來講三個月十年 你開嘴了 做個朋友 大家做個關係 後來一直到2018年 就美中貿易大戰之後 才上開始回流 這些當年賣不出去的地 才瞬間變成搶手的黃金 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大家看到 辦鄭文燦引起了非常大的轟動 剛剛講的鄭文燦何許人厭 以前是民進黨的大哥 他曾經是蔡英文最喜歡的愛將 蔡英文講的他是胖粥魚 對他兩個人關係是非常好的 就沒有想到你今天辦到他 那以前有沒有辦 我們現在知道說 原來現在民進黨的不分區 立法委吳宗憲 他曾經當過檢察官 他在當檢察官的期間 他在哪裡 他就在桃園地檢署 那在桃園地檢署的時候 鄭文燦剛上任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盯著所有的案子 當時真的 針對鄭文燦的案子開始進行查辦 查辦辦一辦 真的辦到一個案子 這個辦完以後 真的雷聲大 余典一笑 雷聲大余典一笑就算了 他就被冷凍了 他本來有機會去升主任檢察官的 全部都跟主任檢察官擦身而過 更可怕的是 當時幫他所做個辦案的所有的調查資源 全部頭銜散自 全部外派了 對 過去來講的話 我們知道胖周宇是誰 他就是桃園的市長 兩屆的一個市長 所以他被桃園地檢署 自家的地檢署辦 大家嚇傻了 你看這八年以來 有碰過他案子的人 下場最後就是怎樣 最後就是離開地檢署 頭銜散自沒了 對 甚至最後就是離開了檢察官的事務 像這個國民黨不分區的吳宗憲 最後決定投降 離開檢察體系 所以他會被桃園地檢署辦 大家是嚇傻了 因為他一路以來 他提拔了非常多的人 難道他在檢調系統裡面 竟然這一次兩個月 被清掉了 對 就把他一鏟子鏟掉嗎 所以這事情的話 對大家的衝擊才會這麼大 而且你這樣講的 吳宗憲的條件是非常好的 我剛剛講 他有法律的專業 他有經濟的專業 所以他在辦經濟犯罪的時候 而且他是檢數小組 檢數素黑 素胎小組 對 這個都是剛剛講的選 這個水托萬中選一 特別被挑選出來的人 結果 就是因為辦了鄭文燦的案子以後 他所有的升遷 全部被擋掉了嗎 對 我們現在告訴大家 吳宗憲那個時候 不是第一次去辦這種案子 他本來就是黑金檢數小組 所以你黑金檢數小組 你今天有個案子可以辦到市政府 有個案子可以向上燒到市長 那對地檢數來講 那是不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案子 對 這是一個指標性的案子 這案子如果get up 辦得好的話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的主任檢察官會升官 你的下院檢察官會升官 你的檢察長也會升官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吳宗憲那時候辦下去的時候 大家嘴巴上都對他是充滿了鼓勵 可是下場最後到底是怎麼樣 你知道踢到鐵板嗎 真的是踢到鐵板 那個時候就辦到了一個人 這一個人叫鄭義雄 外界都說他是市長的乾爹 市長的KB 所以辦到他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非常的緊張 辦到鄭義雄 對 鄭義雄的案子 其實非常的小 才10萬 那個時候因為他是市府顧問 然後被吳宗憲他們就查到了 有一個違章工廠 可是後來怎麼沒有處理掉 那違章工廠竟然活下來 活下來是因為 鄭義雄找到當時的金發局的副局長 然後匯款了 有10萬元的匯款 所以在那個時候 你想想看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鄭文燦 他非常親的人 然後又可以辦到金發局的副局長 所以當時候 吳宗憲那時候有沒有想法 那就是要傳誰來啦 傳誰 對 傳鄭文燦嘛 真的假的 對 所以他有這個想法之後 他後來有接受訪問 他說他有這個思量 可是沒有傳下去 那代表什麼意思 被擋掉了 然後被擋掉之後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案子最後就不了了之 10萬元的案子 最後就這樣子過去了 沒了 就是沒有咬到鄭文燦 好 重點來了 重點是辦了這個事情的話 就算沒有咬到鄭文燦 那你是一個 黑金檢數專責的檢察官 你辦到市政府的案子 辦到了副局長 那你是不是應該 馬上升主任檢察官 沒有 他多次 有機會晉升主任檢察官 最後都煞雨而歸 他每一次都在圈選名單 每一次長官的筆 就跳過了 沒有圈到他 好 最後 升官無望了 升官無望 代表大家 我們要跟大家講 這種檢察官 升官無望會變成怎樣 你不能升二審的 你不能升這個主任檢察官 你就沒有機會到高檢署 你就沒有辦法去二審 你最後你就會留在地檢署 變成資深檢察官 資深檢察官 你要做什麼呢 你就是每天坐在窗邊 像是窗邊的小痘痘一樣 看著外面的雲 以後你的主任檢察官 你的長官就是你的學弟 你想想看你過了下去嗎 所以他最後是沒有辦法在檢查體系 他不是說我要重振我幹嘛 他是呆不下去的 你說因為辦了這個案子 碰到了這個文燦 他在整個檢察期就混不下去了 混不下去了以後 我本來想 那你到了侯友宜的所謂的法治局局長 應該來講你跟侯友宜和首 他說沒有 他完全不認識 因為他已經沒有路可走了 本來他就想去當律師 可是他又不甘願 所以他才去當法治局長 而且當了法治局長 他說我一個月的薪水少多少 我一個月的薪水少五萬多元 對 其實他當初來講 他是有財經的一個專業知識 又有法律的這個碩士 他那個時候投入這個檢查體系 是雄心壯志的 因為他是雙碩士 對 他有法律跟財經的碩士 對 但是沒有想到 碰了鄭文燦的案子而已 而且其實說實在的 法界的人怎麼講 沒意思 也沒有傳你來 想想都不行嗎 你知道嗎 他經歷了非常多的長官 就是升不上去 所以他最後離開 真的是煞魚而歸 他是混不下去 所以只好到這個新北市的法治室 而且他說慘的還不是只有他 他就講說 我就升不上去 但我還去一直在桃園地間署 他說恐怖的是什麼 當時負責偵辦的桃園市的 調查處的調查官 對 所有相關人的全部外派 哪裡遠你掉哪裡 哪裡冷你往哪裡丟 所以從那件事情之後 有沒有人敢碰胖周宇的案子 不敢了嗎 你真的是連胖都不滿胖 吳宗憲自己講了嘛 把手伸進來各個系統 所以不敢講話的人很多 你問我說 我當年辦那個案子 有沒有受到壓力 我只能說 我非常不爽 非常不爽 從此之後呢 沒有人敢再碰他的案子 但是呢 這個案子 竟然在101年107年就是2016年2017年那時候呢 竟然有人把這個東西辦了下去 今天吳宗憲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案子 他這個案子辦下去了以後 就沒想要踢到鐵板 讓他這一輩子身關無望 身關無望我只好去離開我檢察官的系統 本來他有律師資格 他爸爸也是律師 照理講我也可以做律師 他說我就不敢關 我就是你知道 有的人喜歡當檢察官 就是我喜歡那種衝撞的感覺 我喜歡那種破案的感覺 結果你把我的人生全部都毀掉對不對 然後這個案子更妙了 這個案子根本沒有人討論 這個是華雅科的一個案子 華雅科這個案子 我們講在很多桃園的案子裡面 沒有人注意到這個案子 結果這個案子很妙 這個案子原來在2017年發生 然後在2018年的時候 這個案子就結束了 結束了以後照樣的案子 這就死案了 這個案子也沒有人提起 而且這個案子沒有人敢辦下去 可是沒有想到的 到了今年的5月 桃園市政府的經發局就說 我們接到了檢調單位 不斷來講 我們下來查案子 把單子丟出去 結果到了5月把東西丟出去以後 6月相關人的全部被約許 約許了以後 很多都被積壓禁件 積壓禁件到了7月 就選擇哪裡 選擇鄭文燦生日之天 要把它給壓起來 對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是什麼案子 這是一個土地的變更案子 這是華雅科 其實在桃園來講 這個算是大家最沒有注意到的事情 桃園有兩個 一個是航空城 第一個它非常的大 第二個是小快線 因為它非常的特別 這個華雅公的案子的話 其實這個科學園區 它原本就是要把它改成土地 把它土地要改成科學園區 然後這一群人 他們叫什麼 叫私地主 他們在旁邊有一塊小小的地 它這個小小的地 其實就是農地 甚至有一大部分的墓地 所以墳墓的地會有價值 恐怕價值不高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在2017年 那時候聽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華雅科它這個地方要擴大 擴大的話 我可不可以來挖一下 我可不可以跟著你一起變更 如果我的農地 我的墓地變成工業用地的話 那個價值是直接清水變雞湯 有人幫他算過 如果整個下去的話 大概有四五十億的一個利潤 所以這些人就一個牽著一個 一個牽著一個 弄了一個這個重劃會 重劃會裡面就湊了五百萬元 然後想盡辦法找到了廖家仁 廖家仁就是跟這個任文廠比較熟的 聽說他們是有把這五百萬給送進去 那送進去有沒有辦事 桃園市政府是真的有辦 但是我覺得恐怖在哪裡你知道嗎 今天不是送到了法院 法院不是講說你五百萬 五百萬元保釋嗎 五百萬元保釋 法院怎麼講 他現在有監聽的議員 有這個所謂的拍照的錄影帶 而且你在某年某月丟把這個錢丟進來 在某年某月的時候把這個錢給還出去 而且他還說連廖縣 我們剛剛講的廖姓人士 連廖姓人士帶著小孩進到了 鄭文燦的家裡 把都交代了 那就表示什麼 表示整個過程整個流向 整個金額整個數字 都已經在當時被完整的掌握了 你送進去被掌握 你最後被中央把它退回來 就是審議沒有過 沒有辦法一起變更的時候 你又把錢給還回去 你2017年送錢 2018年還錢 你竟然清清楚楚都被掌握 而且是有倦在證 然後這個案子就不見了 對 特別的是你這個案子 你竟然如果這個東西金流也掌握了 然後所有的議員都掌握了 你怎麼會不見呢 但就是不見了 過去從2018年到2024年 歲月靜好 一個這麼完整的案子 一個有偵查作為的案子 最後竟然結束了 更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這個已經已死的案子 我覺得啦 搞不好連卷宗在哪裡 大家已經都搞不清楚了 經過了這8年的 他又活過來了 竟然有一個秘密證人 然後呢 據名檢舉 告訴大家說有了這個案子 然後當初是怎麼辦的 這個案子又活過來了 在一個月的時間 竟然熱熱鬧鬧 然後胖書也回國之後 直接把他抓到桃園地檢署 現在來講的話 很有可能會有激壓 而且從這個案子來 就撿到單位後面都有一個神秘的手 這個神秘的手 可以讓你的案子消失 這個神秘的手 也可以讓你的這個案子復活 剛不是講到吳宗憲辦了那個案子的時候 那個神秘的手把你壓下來 壓下來以後 我可以讓你吳宗憲走投入 但是現在這個案子 同樣也有一個神秘的手 這個神秘的手 居然到了非常高的單位 這個手非常關注這個案子 這個手等於說是把所有的認渡LMI 全部打通 剛才講 這個案子不是已經變死案了嗎 這個案子都已經從2017 2018 都已經停了 妙的是2017 2018 該有的卷宗 該有的調查 該有的監聽 該有的拍照 它全部都有了 這些有的資料裡面 送到一個人身上 叫陳嘉義 而這個陳嘉義 他是在檢察官中冷門的冷門 對 沒有人注意他 結果這個案子居然到他手上 梅瑞想像得到 結果 他就把他給賓購了 好 我們一開始講的 為什麼我們講胖周宇 他會在台北 他會在桃園地檢署辦 這非常離奇的一件事情 因為一直以來 他就是桃園的一個市長 你說要辦一個桃園市長 要由桃園的地檢署來辦 這是非常困難的人 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誰來處理 總長來處理 總長就是北檢體系出來的 邢泰昭是北檢體系出來的 剛好桃園的檢察長 余秀端以前是台北地檢署的 香月主任檢察官 我們跑檢調的時候 他就是香月主任檢察官 加上有一個姑娘檢察官 就在你桃園 姑娘 對 這個人非常特別 他在辦一個案子 辦一個院長的一個 一個桃肉稅 無意的桃肉稅的時候 他竟然被關說了 竟然被壓了 所以他非常的不高興 就網路上寫了一篇說 法務部長 關說檢察長 施壓小小檢察官 跟自己的長官對干 對 最後 最後他有個什麼下場 最後他的檢察長 被他點名的檢察長 就是下台了 下台變成檢察官 可是你想他會好日子過嗎 沒有嗎 他真的沒有好日子過 你自己 你把你高 自己的檢察長給弄掉 從此他在 桃園進檢署就變成姑娘 所以當北檢系統 聯合起來之後 你要找到誰來殺 這個殺手就是陳嘉義 沒人注意的姑娘 對 就是找到姑娘 就把他給殺下去 所以這一次鄭文燦 可能自己也死掉未及 好 明白 剛才講的 這個事情有一個安危害 高利班天長的 吳宗憲 然後在吳宗憲後來跑去 當新北的法制局局長 本來以為說他就是藍的系統 本來以為說他跟侯友宜 關係非常好 後來才知道說 他完全跟侯友宜 完全不認識 是因為他走投入 走投入在檢察官這個系統 他混不下去了 任何主任檢察官的位置 到他面前就這樣閃過去了 他等於人生沒有希望 然後才去當法制局長 我查了一下 一個月差五萬 一個月就差五萬 一年喔 差六十幾萬 他這樣他也就過去喔 可見他當時多麼樣的悲憤 可是我覺得 妙的是 當時不是只有他 所有人真的都被整肅了 這五個月我跟他相處喔 就是這五個月在立法院 他這個人是故意 故意 說得真正開 就有正義感那種人 所以他就是真的想要生光 就說我要檢察 表現 表現 打拼 他如果以前跟我認識 他早就生了 我這二十年來我告過太多 我所有台南市三位市長 包括賴欣德我都告過 那你檢察官 有很多檢察官是辦案辦到 不想生我要辦這個案子 辦完整 結果被升官了 太多了 我就跟你先去金門做主任檢察官 那這個案件就要交出來 所以你要把它弄到成 社會重大矚目的案件的時候 我是辦到市長的 我告訴你那九尾要起訴變不起訴 本來你辦是要起訴 我現在九尾兩次辦就變成不起訴 我就把寶傑先去做主任檢察官 台南就很多人這樣生氣了 案件辦到要出來的時候就生氣了 這不是他就埋頭苦幹了 當他在辦好 就差不多到了 要到了 所以最後他這個案子 調查官跟廉政官都合適了 怎麼合適 兵起來 就開始跟你說 因為你們都碰到這些案子嘛 所以你說碰到這個案子 不是只有吳中憲這個檢察官被冷鬥 所有的跟他未來升官都提到 廉政官也沒了 調查官也沒了 對 調查局的調查官 廉政署的廉政官 當時在他指揮之下去 收集這些案件的人 都好事了 都被盜經下來 其實鄭文燦這個案子 鄭文燦今天使得不願望 陪著我告訴你 不是樓下請調查官要跟你打的 你聽不懂 賴清德的個性 他有時候是干壁之用 但是他有時候說拚拚敗的 他也不想揚腳底 看說民進黨這麼吵 對不對 他有一個問題 他自己也一直認為 他是大於民進黨 這個就是他的盲點 所以今天變成這樣的時候 鄭文燦是因為他不願意投靠 你搞清楚 不是說落中我就要跟你辦 不是這樣 你還不願意投靠 你還來投靠 你不願意選擇合作 那就表示你還要對抗 就按審判 所以鄭文燦是求人得人 沒有什麼東西 政治這條路本來就是 沒有情到佔領 那你選擇還要繼續 跟賴清德對抗 就抱歉 表面上沒有 表面上 我就到海基會 對 我就要 但是 保佑 這個月要選擇了 這個月是各派系換票 你說現在民進黨的中心委 黨值選舉就在這個月 重要的選舉 權力核心的選舉 大家等著換票在什麼 你沒有就把你放上去 放上去 地湯剛好而已 你現在是故意的 故意算 這個月啊 就是這個月啊 這個月就是他們全代會啊 那你完全就選擇 好像說 蓋我都無關的 所有的派 你埋下多少人 你拉拔 從桃園拉拔了多少人 在各機關各單位裡面 我跟你說 幾年就不要作為打拼 不要作為打拼 我就先轉你 然後第二波就是 把你所有用的這些人 都把你清除了 還會有第二波 一定都把你清除了 這些人不可能讓你台湯裡面 你跟我台湯這裡 我要怎麼做 我台南幫才上來幾個而已 還有很多人沒有安排 你們在桃園你非常清楚是 這個案子剛剛講的 2017年就已經開始辦了 然後我覺得 從法院的那個案子更清楚 法院講 該有的監聽都有了 該有的拍照都有了 甚至有誰進到了 鄭文蔡家裡也知道了 到了鄭文蔡家裡 給了多少錢也知道了 鄭文蔡家裡 在什麼時候把錢給還回來 也都知道了 這麼完整的資料 居然就石塵大海 然後這一段時間 突然又冒出來了 寶傑哥 我跟你講 這就是鄭文蔡大阿哥 如同這個賴清德的盲刺在背 過去幾年他大手大腳 在桃園完全不避諱 這些政商的關係 不避諱嗎 完全不避諱 而且剛才龍介先他講到什麼 他講說你不把兵權交出來 就像寶傑哥講的 確實不交兵權 而且又踩到了賴清德的紅線 這兩個月他在幹嘛 他在雙北走動 跟這些企業家互動啊 他想選雙北啊 你有經過我賴清德的同意嗎 然後你2026年 你竟然可以隔代指定 我桃園市的市長提名人 想要誰傳出羅文家 他支持羅文家出來選 這兩件事情是踩到賴清德的紅線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案子 你說他這兩個月都在雙北 他要想 他想選新北跟台北市是吧 對 所以這件事情 你沒有跟我賴清德討論 我沒有同意 你憑什麼決定 你講到一個關鍵點 你要在雙北選 你要跟工商業界關係非常好 而民進黨內 現在跟工商業關係最好的人 就是鄭文燦了 對 而且人家這個本來東宮太子 這個哇 權傾一時對不對 然後你到了這個海紀會變冷宮 你就安分所己 結果你不安分所己 你看吧 這個案子寶傑哥 原本是七年前就應該查了 結果竟然壓了這麼久 代表小英系統的檢查系統 把他壓著嘛 否則怎麼會到現在才拉起來 這是第一個 要照片有照片 要監聽有監聽 連你的人事實地物我都有了 沒錯 而且這個南亞的農地 算起來高達57.27億 假設他完成了之後 他deliver之後 可是他沒有deliver 所以你看嘛 500萬的現金 怎麼可能相應這個57億 所以我嚴重質疑 有沒有可能前進後卸 你前面500萬後面整包 談起來又是多少 所以你看到這個桃檢 四次說我要再搜索鄭文燦 我還有其他案啦 寶傑哥 還要再辦下去 他的案子很多 所以我們今天早上就拿嘛 你觀音草踏 牽涉小英自由會的理事長 牽涉你新來自由會大員的會長 牽涉你鄭文燦的兩個官員 你現在敢不敢辦 然後你這個巴德轉運站 你要把農地變成交通用地 剛才不是有一個哥提到嗎 小塊溪的重劃區 整個經濟效益高達721億耶 當時候你這個案子 為什麼你跟所有的建商 這三家建商 標到最後的案子 結果這三家建商 跟他的關係超級麻吉 所以基本上這些都被掌握了 這些案就是為什麼今天 高院發回重審 陶檢要爭取的最又重要的關鍵 因為陶檢不只有這個案 好多案都已經準備在手上了 還有別的案子 還有別的案子 這三個案是其中三個案子 他講說他公額妄私 不攤不取 我覺得不是 因為好多陶檢市民覺得 你公私不分 你又攤又取 而且你還會把錢還回去呢 好 聽不懂 該講的 這個東西 真的有一股心風邪雨開始嗎 你說其實鄭文燦只是第一槍 它是那個季旗的 接下來跟他講 政權交替要立威 要立威的過程裡面 就要大殺四方了 對 你不要忘了 這個案子的操作上 我覺得非常細膩 細膩到說 竟然可以在鄭文燦 7月6號生日當天 來做這樣的生壓 但是呢 柯文哲生日 柯文哲是8月6號 對 然後再來一件事情 8月底的時候 林茲廟的案子又要宣判了 所以這整個看起來 當然7月有這個民進黨的 這個選舉的這個議題 問題是說 你看到賴清德在出手來講的話 那個每一個招式來講 都非常非常細膩 剛剛有提到 在這個台南講話的時候 竟然還講說打炸 掃黑樹灘 這些東西來講的話 刻意是講給大家聽的 為什麼 真的是要立威 不要忘了這個 鄭文燦的確在黨內來講的話 大概金主來講的話 大概要 所謂的政治獻金 基本上都是找鄭文燦也比較多 那你如果說你真的 未來要選舉來講的話 所以他不是說 我有很多的樁腳 我還掌握了龐大金脈 所以他不管人脈 金脈 還有這個很多的政治資源 特別是東宮太子 他又是以前被蔡英文清點的 東宮太子 你想想看 當年來講的話 東宮太子 映仁啊 就是當時在這個 康熙皇上的時候 映仁被廢太子之後 結果後來 雍正他是不殺太子的 他還是給他好好的過日子 其實康熙基本上是不希望什麼東西 不希望你的兄弟之間的互相殘殺 所以希望你這個 雍正那時候就說不殺 所以他可以讓他當皇帝了 你想想看 賴清德我認為 有人揣測說 他會不會動到蔡英文本人 我認為不會 因為蔡英文本來他尊英的 而且這背後 還有很多美國因素在裡面 那另外來講的話 這些人來講 全部都統一在我 賴清德的指揮之下 這才是他所要的 所以你看到接下來 是要2026的選舉對不對 那如果說 地方派系叫不動來講的話 那個賴清德他2026怎麼可能會贏 也就是說他必須要做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先殺 這個有沒有講說 刮鬍子要先刮自己 再刮別人嘛 所以現在 鄭文燦被刮了 好接下來 民進黨內部有還沒有誰 剛剛我非常同意 這個可能台南 黃偉承可能要插了一段 還有很多其他的 當初來講的話 幫著小英在打 賴清德的這些人 比如說這個小英旁邊的一些 我們講說不是 陰系的人 陰系的人 那些人真的要注意一下 這樣子才能夠立威 立威完之後 下一步當然就是藍白 我不會也講 就是藍白可能就下一步 他這樣打下去來講有個好處 第一個 在民進黨內部來講 你剛剛提到了 這個案子他大大小小剛剛好 他不會報到說 整個其他的派系會受到一些影響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如果把這個 這個爆的東西 丟到藍白那邊去來講的話 正當性他夠 足夠 所以到最後來講 他可能在選舉當中 是會獲利的